今天天气如何 卫星云图看到 今天整体来说 天气还是偏向稳定而炎热 不过同时要注意的是 南方有扰动 因此有云系带来了比较多的水汽 主要的影响是在南部 中南部地区 东南部地区 断断续续有阵雨出现 但其他的地区 像是中部以北 影响就不大了 还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感受也是高温而炎热 因此简单来说 今天就是 往北走的话 晴朗而炎热 高温上看36 37度 不过往南走的话 震雨偏多 云层也变多 导致高温略降 今天中南部地区 大概32 33度 南来北往之间 大概就有个4度的温差 而电量降水进一步看到了 南方扰动是带来了不少的水汽 使得中南部地区 今天整天断断续续 都有震雨之外 午后热对流 也因为水汽比较旺盛之下 在中南部午后降雨 雨势可能比起 昨天会大一些 范围也来得广一些 但是中部以北来说 午后雨还是偏向在山区的部分 其他的地方 还是维持天气晴朗而炎热的 而深夜到清晨的时分 台东还有恒春一带 看到了还是有一些 零星的短暂震雨 甚至可能出现局部大雨 要特别小心 另外高温的地区来看到了 今天的温度会比起昨天才更热一些高温高出的两到三度 甚至要留意同样又亮起了红灯 就是在花莲县 今天还是可能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可能性 另外看到是在宜兰县还有双北地区依旧也是高温警戒范围 要留意烈日之下 小心中暑务必要防晒补水 而未来几天的变化 从今天开始 南部就转为震雨比较多的天气形态 而到了星期五开始 转为西南风的环境 天气还是很热 但是因为西南风带进了充满了水气 因此在南部的天气还是持续不稳定的 震雨偏多 午后雷震雨的范围也扩大 甚至可能伴随强风雷击等剧烈天气 这是从明天开始要留意的 而从星期五一路到下周二 都会是这样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形态 值得特别是中南部地区的部分了 而预计下周三开始高压再增强 中南部的降雨就会趋缓了 小丁你要告诉大家 今天往北走 记得要防晒往南走就要带好雨具了 另外年度大潮来临 从星期四五六日一连四天 西南部地区的低洼地区 还有沿海地带要盛防海水倒灌 另外沿海活动 还有海边细水等等 也要多加留意了 接下来就带您关心 今天各地更详尽的温度预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